目前IS微信发布了8043测试版 这时候更新也带来了一些新功能 首先,电话消息界面进行优化 与上一个测试版一样 它上面的搜索变成了耳机图标 搜索变成了搜索框,来到了下面 不过上个正式版并没有保留这个功能 不知道这个测试版是我会保留 在微信的设置,消息通知 现在我们关闭通知消息详情时 它现在提示变成了,仅显示一条信息 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对比一下 另外微信内的音频播放器进行调整 它现在加入了全部 稍后听,朋友在听,关注更新四个分类 点击播放内容后 播放列表中加入了定时功能 就是可定时关闭音频播放 这里面有多个实验段可供大家选择 另外在观看文章时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听全文 这样可进入音频的关注更新界面 从发现界面进入看一看 视频 它由以前的横平展示变成了竖排展示 目前我也就发现了这些变化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其他的发现 欢迎留言分享 而想要体验测试版的朋友 也可以在这里获取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